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,我是李國慶 美國消費佔經濟的比重很高 2018年,美國GDP超過20萬億美元 零售銷售佔GDP的六成八 對美國經濟和美股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美國的零售銷售數據主要反映13類零售商的銷售情況 包括汽車、食品、餐飲、百貨等等 商務部會向5,500家公司進行填查 然後在每個月的月中公佈統計數字 零售銷售一直被視為評估經濟的重要指標 好像2008年到2009年金融海嘯期間 美國的零售銷售錄得雙位數的負增長 當時GDP曾經見過負3.1% 直到2009年底,零售和GDP才雙雙重返增長 美股對零售表現亦很敏感 在2018年年底,零售銷售走弱 11月至12月期間出現負增長 令投資者憂慮經濟變差 甚至出現衰退的風險 拖低了美股表現 標普500指數一度下跌超過一成 總結而言,消費佔美國經濟比重很高 零售銷售數據的強弱 都會對美國經濟和美股有重要影響 甚至影響到全球股市 投資者要多加關注